NICE CAT 点击订阅我们吧 猫小帅西游记 大闹天宫下 孙悟空喝醉了 晕晕乎乎的到了太上老君的炼丹房 哦 这是什么好东西 金光闪闪的 他拿起老君给玉帝炼的金丹 一颗又一颗 全给吃完了 这又是什么 孙悟空把老君的炼丹房 翻得乱七八糟 背后才架着云回到花果山 玉帝听后大怒 派了天兵天将去捉拿孙悟空 吃了金丹的孙悟空 有了金刚不坏之身 谁也打不过他 眼看天庭就要输了 太上老君躲在云层里 朝着孙悟空丢了个金环 哎呦 疼死我老孙了 趁着这个机会 天兵天将一起把孙悟空捉住 送到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 丹炉烧了七七四十九天 孙悟空没被烧死 反而炼出了一双火眼金睛 一出单炉 愤怒的孙悟空拿着金箍棒 打上了玉帝的灵霄宝殿 玉帝老二 今天俺老孙就要拆了你这灵霄宝殿 阿弥陀佛 一声佛号传来 孙悟空来不及反应就被捉住 原来玉帝请来了西天的如来佛祖 佛祖施法把孙悟空压在了五指山下 五百年后 有一个取经人会路过这里 那时你拜他为师 保护他西天取经 修成正果后 就能重获了 就这样 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 一等就是五百年 不要走开哦